未来的佛陀 我不是此世间的第一位佛 也不是最后一位佛 很明显的 这个世间有很多佛出世 只要因缘成熟 另外一位佛都会出现世间 当佛陀将要去世的时候 阿难尊者和众多的弟子哭泣 佛陀说 阿难 够了 不要使自己烦恼 不要悲泣 我已经告诉你们 万物的本质就是这样 一切都是生生滅滅 我们必须与我们亲近的人分离 愚笨的人怀有自我的观念 聪明的人知道 无理由去假设一个自我 这样聪明人对世间有正确的观念 他会推断所有因缘和合的事物 将会再消散 只有真理永远存在 以上是大涅槃经的话语 佛陀接着说 我为什么应该保存这个身体呢 有关因缘法的真理已经流传下来 我决定了 我已经完成我的目的 我已经做了我的工作 阿难 你接近我的思想 语言 和行为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已经做得很好 阿难 再精进努力 你将会很快超脱种种的束缚 你将会解脱贪情 妄念 和愚痴 阿难抑制着眼泪 请问佛陀 你去世之后 谁教导我们呢 佛陀劝告他 佛陀的教义就是导师 佛陀接着又说 我不是这个世间的第一位佛 也不是最后一位佛 当因缘成熟的时候 会令有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 他是圣洁的卓越觉者 他具有智慧 仁慈 文明于世 他是无与伦比的人天导师 他将会为人们开显同样不纽的真理 就好像我已经教过你们的一样 他会开示圆满而纯洁的宗教生活 正如我所宣说的一样 阿难就问了 那怎样知道他呢 佛陀答 他就是众所知道的梅勒 其一是慈悲或者亲切 佛陀在经中说 包括释迦佛在内 有28专佛 佛教徒相信人们 现在如果能够过宗教的生活 累积功德 将来会有机会 再生到弥勒出世的时代 正得与乔坛摩佛陀同样的涅槃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根据他的教法而得到解脱 他的教法将成为未来众生的希望 不过 只要按照佛陀的说法 专致努力 不管有没有佛的出世 都能够在任何时代获正涅槃 只要我的弟子们 过那纯洁的宗教生活 世间将永远不会没有阿罗汉 以上是大波涅槃经的话语